要捐赠给我们新北市 由侯友宜侯市长来代表接受制证 东森集团总裁王令玲 捐赠100万元现金及50万元物资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受证 响应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而这也是东森连续参与公益 用实际行动加入助人行列 帮助有需要的弱势家户 长期以来只要新北市市长的号召 我们一向就是积极来参与 新北市需要关怀的弱势团体 100万元的捐赠 其中50万元将作为中永和弱势家户的 急难救助金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另外一半金额则是用来购买水疗跑步机 减缓高龄犬市值退化增加韧养率 而50万元的物资是春节应景礼盒 将会发送到29区弱势家庭 好让他们的餐桌丰盛过好年 王立宁董事长一向对公益有不漏人之后 光这两年来兼给新北市的弱势家族 就兼了647万 东森集团常年尽社会企业的责任 做公益令后友谊非常的赶佩 所以新北市有东森 王立宁总裁的董事长的带领 让东森的爱永远延延不断的传递下去 农历春节是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庆 家家户户庆团圆 截至去年底为止 总捐赠金额将近19亿元 500多万人受益 在各界的响应下 新的一年开始 让爱的力量源源不断 记者林立吴之恒新北报导 还有小资讯